哈囉大家好,我是LiAnn 我是Mindy 所以我們今天呢,終於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2016年新發現好用的保養品 或者我們持續愛用的商品 那我們會依照保養的步驟順序來跟大家分享 好,然後第一個就是卸妝 那卸妝的部分的話就是完全很沒新意的 就是3的潔膚油 因為其實我們有想說要不要分享其他的 可是我們仔細想想,這還是我們最愛用的 所以因為它是年度大賞 所以是必須可以進入大賞等級 然後說在這個影片裡 只要有一點點好用的我們就說沒有辦法 這影片它不能出現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能2017年要多試一些新的 對,才可以在每一年都跟大家說 欸,今年是有什麼好用的 嗯,好 然後下一個呢就是眼傳卸妝液 然後我們要推薦的是The Body Shock的卸妝液 那其實我們今年就已經在回購了兩、三次 那我們覺得它卸得非常的乾淨 而且又非常的溫和 然後它的價錢是屬於大概中等價位五、六百塊的 就雖然有點小貴 可是我們覺得非常的值得 嗯,那我覺得因為我覺得這個我會大退原因是 它跟其它開架唯一不一樣的是 它真的真的很像水 所以它碰到眼睛完全不會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其實開架碰到眼睛還是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可是不知道會痛什麼的 是不至於 就是你會感受到你溢物 但是它這個就是水 所以又卸得很乾淨 又覺得是一個水 可是居然可以卸那麼乾淨 覺得非常的神奇 然後我們已經用它 用到它都已經換包裝了 所以如果還沒用過的朋友 真的很可以試用看看 如果開架你都已經用了一輪的話 可以試試看 就是非常好用大推 接下來就是進行到洗面乳 然後洗面乳有兩樣我們要分享 第一項就是牛骨石姐 然後這個也是我們今年就是別人推薦新發現的 然後我們已經用超過 應該有三瓶啊 然後我們家現在還有大概囤了四瓶在家裡 然後我們覺得非常好用 它價格非常清明 而且它的泡沫超級霹靂無敵細 就是它的價位大概 你好像打折的時候 你可能一百多塊就可以買得到了 而且旁邊給我說 還有一百多塊是一個正宗 再付外加一個那個就是你知道 補充包 超便宜 所以就是非常划算 就是我覺得它的好用度 跟很多專櫃都有的比 就是它的細緻度 然後它現在還覺得只要一百多 就是很驚人 然後洗完也完全不會緊繃 所以就是推薦給大家 反正就是它才一百多塊 真的你不好用也覺得沒關係嗎 就是真的可以從去手刀 就我剛才都是早上的時候用 就我覺得早上 因為我比較沒有那麼 因為它潔淨力 它潔淨力不是說不好 可是因為它泡泡非常的細 所以相較於那種你知道高妝的 它潔淨力當然是比較差 可是就是早上用我覺得很合適 或者是冬天的時候也非常好用 因為冬天其實比較不會出那麼多油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就是我們在日本 我們覺得是買到覺得最划算 然後我們在日本就很濕興風的 買了八條的粉口的 它是洗面乳 然後就是推薦大家日本 就是反正你一定要為你的心理 像留一個空間就是臀這一條 因為真的很好用 然後送人自用兩箱儀 就是我們接下來明年如果要去日本的話 我已經心裡想說至少在臀 大概三條吧 因為它真的是可以洗得很乾淨 就是它洗得乾淨之外 臉又不會緊完 因為它就是你只要用一點點的量 你就可以很迅速的搓出泡沫 然後它就洗得非常的乾淨 因為我覺得我之前原本是喜歡 有一瓶是innisfree的 跟它很像 可是我覺得就是粉口洗起來更舒服 就是因為有些你會覺得潔性力很強 你喜歡的時候你摸你的皮膚會覺得好像太乾 咕咕咕咕 對 可是那一瓶完全不會 就我覺得它洗得非常乾淨 可是洗完之後還非常的保濕 就是2016年代有半年的時間 我皮膚都狀況非常不好 就可能長了一些痘痘粉刺 所以那時候我就非常注重保濕 因為你知道如果保濕做好 你今天你粉色也會代謝得比較快 然後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會拿這個Malvita的玫瑰水拿來濕敷 可是這個是我們自己有分享過 我們是去法國買的 它價錢就大概兩三百而已 可是在台灣買就是有點貴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大手筆的話 再考慮要不要勾入它 可是我覺得它對於 就是有一些痘痘跟粉刺師傅的效果非常的棒 那我接下來下一個 是我 我們兩個都覺得很好用的化妝水拿 那其實它是3的 那這一瓶我覺得有點殘念的原因 是3的東西真的很貴嘛 那化妝水用量其實不小 因為白天晚上都一樣 那這一瓶我們會都覺得還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是因為它味道真的很不錯 就淡淡的 然後有時候白天早上起來用的時候覺得心情好 睡覺前就是保養的時候也覺得心情很好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這個味道的確會讓它有更加分的效果 然後它是很水的質地 不是那種稠稠的 其實我以前是喜歡有一點稍微稠稠 因為我是乾肌 可是這一瓶它雖然是水的質地 可是保濕力也是很厲害 就我是難得那麼水的化妝水你擦完之後 你可以感受到有保濕的效果 而且不是石膚 你只要擦上去擦完之後你就覺得有保濕 然後精華液呢 我今年最愛就是我新發現的亞樣活泉保濕精華液 就這瓶我真的覺得我跟它相見很晚 就如果我在早點就發現它的話 我就是會更開心 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因為我這個東西真的是我推薦給每一個人 因為我不是說我就是之前就是痘痘就是長得有點嚴重嘛 然後它就是吸收非常快 因為要長痘痘的時候可能會有很多粉 你就覺得你擦什麼保養品都擦不進去 可是我覺得這瓶就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還是可以吸收得很好 就我覺得就是家裡一定要備一瓶是就是 它就是一個非常沒有一些其他很多奇怪的訴求 就是專存保濕的一個精華液 但你皮膚的狀況的時候或是你過敏的時候 它是永遠都備著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家裡還沒有這一瓶 這種精華液的存在 後來就可以購入亞樣了 然後像我因為我就是我可能一兩個月會做一次淨膚雷射 就是讓你皮膚就是代謝或什麼的 可是打完這種東西之後 其實你很多東西都不能擦 美白的抗皺 都不能擦 都要比較純粹保濕的才可以 所以我就會推薦大家就是 如果你有打完淨膚的話也可以打 也可以用這一瓶 然後我媽也很喜歡 然後現在因為我跟我媽都大推 所以我妹也在用 我們三個人應該用了 我自己都用了三瓶了吧 然後我媽也用了兩三瓶 所以真的 我們真的購入很多瓶 我每一次都是去那個特賣會的時候買 然後我記得特賣會的時候 大家都會有那種可能三個SET 然後更便宜 那我會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非常水的質地 那它是美白的 可是我覺得它因為它是 你知道拍價醫美的這種等級 我就不會很期待它到底會有什麼厲害的效果 可是我發現我只要很認真地用它之後 當然不會說OK我變得很白 當然不會到那樣子 可是的確會讓你的臉比較有光澤度 因為就是我之前不是就是 我豆豆現在已經比較好啦 可是我下巴這裡就有蠻多 就是那種豆豆長溜下來的色素疤 然後我覺得它用它就蠻有效的 那些色素疤你當然不能是那種成年老疤 可是如果你的豆瓣很新鮮的話 我覺得用它是效果蠻明顯的 對 然後因為它價錢其實重點就是 特賣會買其實也不貴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驚人 然後它CP值非常的高 那我是夏天 因為它是很水 其實夏天就很適合 因為有時候夏天真的擦不進去 就一些很稠的一些精華液 然後因為今年夏天又過了非常的久 我覺得到現在很像夏天一樣 所以其實我很多精華液 就原本會冬天準備好 他們都派不常用場 就是我就一直常用 常繼續用它 那我覺得冬天有個好處是 它還是可以繼續用 就是你可以搭配不同的精華液 把它滴在一起 因為它是很水質地 然後它跟它比的一起融合 再擦在臉上 我覺得也非常的OK 就是一個我覺得CP值非常高 那如果說就是它真的停彩會蠻傷心的 會蠻傷心的 因為我是真的是經典的開始愛它 那接下來進入美容油的世界 那美容油是我就是非常重要 尤其我是乾肌 然後這次我推薦兩瓶 第一瓶是 Dark Who的腳砂精華 然後一個是Caudalie的 它是美容油 那我先講這一瓶 那這一瓶是我們在年初的時候發現 然後那時候我跟LiA就是為之驚人 也是碰到每個人都要推薦它去 大推 然後我們曾經在一個Favorites裡面 就很瘋狂的介紹它 然後但是因為年初的時候就是很冷嘛 今年年初的時候真的很冷的時候 就是2016年 我們就是打用它 然後後來就進入一個超長超長 一直到現在 2017年的夏天 然後就是冬天 十屆的冬天 就是一下來又走 一下來又走 所以其實 最近的冬天我還會用 因為我是乾性肌膚 白天的時候我會用它 就是當我做精華液這個步驟 那因為LiA的皮膚是油性肌膚 然後因為我最近有長痘 所以我就不敢就是用 這麼複雜的保養程序 所以我後來就是後半年就比較沒有在用它 可是我印象中 就是我前半年用的時候 我會也很喜歡 因為它的吸收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只要用量用一點點 之後你上妝 就會上非常完美的底妝 推薦油漬的用法是就是 因為我的油漬一定是T字還是比較 比較油嘛 所以你就是多一點先上在臉頰 再上到T字部位 其實我也是耶 就是我會把最多的油分 就先上到臉頰的地方 然後鼻子跟額頭就少亮一點 然後它就是的確非常好用 因為其實小康啊 屈層是還蠻常會 但我覺得你要等就是 買一送一的時候 它有這個時候你要等著 就等於半價可以買到 那再跟女朋友一起分一點一瓶 就很OK 然後另外一個是Caudalie的美容油 那去年的美容油 我們是推薦它另外一個系列是修 有點像是detox系列 它是綠色的 那這一瓶是紅色是保濕的 然後是我今年就是冬天開始用 我冬天晚上就是擦這一瓶 然後我也是覺得 然後我妹問我說 欸到底綠色跟紅色這一瓶差別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沒有很明顯的差別 只是味道上 綠色那一瓶我比較喜歡 可是綠色那一瓶是比較 大自然一節的感覺 其實我沒聞過這一瓶我沒有 這一瓶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種比較加工的味道 對 可是沒有不好聞啦 就是相較於 但其實它們兩個效果都很不錯 就沒有很明顯的區別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 綠色那一瓶跟紅色這一瓶 我接下來還會再回購 哪一瓶的話 我會說綠色那一瓶 完全是因為味道 味道跟就是 我就不知道耶 就是我會覺得 講不出來這一瓶有什麼比那瓶不厲害之處 可是如果說誰比較 如果你第一次要嘗試他們家的商品 還是會推薦綠色那一瓶 然後乳液呢 要推薦的是Origins的 Mega Mushroom的乳液 這其實是這首要推薦乳液 這瓶我真的想了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我這邊是從缺 我沒有用到我覺得很Amazing的乳液 因為就今年就是一整年都蠻熱的 所以我今年就是一整年乳液 都是用那種質地比較輕鬆的 然後 就其實這瓶它是主打敏感跟泛紅肌 那就是我上次有分享過 我覺得我大概用前三分之一過來的時候 我也有明顯感受到我泛紅好像比較好 可是後來用到後半段就覺得沒有特別的感覺 可是它用上去就是非常的舒服 就不管我的皮膚是好或者是不好的時候 我都覺得用它最沒有負擔 妝的部分呢兩個都是我這邊要推薦的 一個是就是我晚上會用的 那因為乳霜嘛其實這兩個其實都是我冬天常備的 一個是晚上一個是白天的 先講晚上的這是Innisfree的乳霜 那其實Innisfree它晚上的這個系列就是都是紫色瓶身的 有兩款一個是比較像是那種凝膠的 就是比較果凍的 一個是我這個就是很摸起來是很乳霜感覺的 那我個人是喜歡乳霜這個的 它是就是它上面寫就是加強的 那我那時候去的時候那個Innisfree的小姐就有說 你確定你要這個嗎 就是因為這個就是真的是乾肌在用的 我就說我有用過覺得很不錯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其實還蠻小的 因為這其實就是它送的 我們之前買東西送的樣品 那時候我們兩個都買了 所以就只有兩個 那因為你也覺得很油就送給我 所以我就是已經用完一個 然後進入第二個 開心嗎 我就是很喜歡 所以我會想要買它的就是大 就是我接下來我要去韓國玩 然後我會買它的就是大半的 因為我就是覺得它保濕度很好 那因為其實我真的很 冬天的時候我真的會變得蠻乾的 夏天的時候其實我T字波會變得有點是混合肌 可是冬天的時候我就是超級大乾肌 所以我冬天的時候我每天晚上都要用 就是不管現在現在機身沒有很冷 我還是要用就是真的是乳霜 然後我真的覺得它很不錯 再來一點是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就是我就是好滿足這種味道的 所以你都是晚上用它嗎 我都是晚上用 因為其實它真的很油 所以其實如果你白天用的話 我怕會跟後面的低妝打架 到底是有多油啊 那下一個是白天的 那這一瓶我不知道 這瓶在國外其實很好 台灣我覺得應該很多人知道 然後就是它厲害的是 它就說它就是很適合當妝前乳 那我的確都把它當妝前乳使用 就是白天的時候冬天的時候用 因為它其實是偏乳霜嘛 但其實它的質地是有點像乳液 沒有到真的很霜 可是的確台灣的夏天是沒有辦法用的 會大爆油 可是冬天就是完全是完美 然後這一瓶 這條是第二條 我已經用完整整一條 是第二條了 然後我真的是覺得它是我用過就是 最適合就是白天用的乳液 乳霜 它質地的乳液乳霜中間 因為其實那種我之前 就我也不太敢用它 因為它真的很油 可是我記得 可是我不在台灣 這好像在香港的時候吧 然後有時候就冬天我就用它 然後我真的用的量非常的少 用它之後再上那個氣墊粉餅 然後那時候我妝真的是超級霹靂無敵美 就不會我那天看到 被自己被美呆了 對我就正經了 叫我靠 哇靠 你是誰啊 那麼美 然後比如說你今天底妝也太美了吧 然後我就覺得 就它好像 我覺得它搭配氣墊粉餅蠻強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是在台灣這種天氣 就我覺得它厲害之處是 它跟什麼底妝都能搭配 就不會一直起屑 不會起屑 而且它會讓譬如說 有一些底妝你上完之後 你會變得比較霧面 或是比較有妝感 可是它的話就會增加那個 你知道那個光澤度 讓你肌膚很有飽水度 所以有時候我搭配那個 你知道大特務的腳砂 然後再用它 我都覺得自己 會被自己給美呆了 真的很浮誇耶 真的我覺得 而且它還有藍色跟綠色 我是沒有人 綠色聽說是比這個更保濕啊 但我覺得以台灣的天氣 我建議大家在買藍色就夠了 真的很推薦大家去歐洲要買 其實台灣的網路上也都買得到 而且價錢也很OK 真的是大推 我第一次要在我們頻道上介紹眼霜 那我第一次用到我覺得是真的不錯的眼霜 其實因為我們陸續都有在用 可是我們朋友也會問我們說 欸你們兩個有沒有推薦好用的眼霜 我每次都說我目前為止還沒用 那我真的覺得很厲害的 所以我都會說就是 你就先買就是醫美的就對了 就是至少價錢是OK的 不會到專櫃很貴 那我今天要推薦是禮膚保水的 那這個系列 好我今天我上網查了一下 好像台灣沒有這個系列 只有國外才有 它吸收度非常的好 然後我還有一個我覺得厲害的之處是 有時候眼霜是你剛用 我會覺得我臉性好滋潤喔 這個變得好彈喔 我覺得充滿了水分 我覺得自己是個年輕少女的眼周 但是呢它到隔天早上的時候就會恢復阿嬤的眼周 就是該原本的細彎阿 或是小 就是一個短效的 對 可是這個我覺得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是還會有那個效果的 好 Mindy時尚第一次用到有感的眼霜 然後又 它價錢又很OK 那我可以用你的眼霜嗎 噢 眼霜應該就是用量還好吧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用 然後最後呢就是進入到面膜的部分 然後今年我們有兩個面膜 我一定要大推 就是第一個就是Neogens的玻尿酸保濕面膜 那我真的超愛 我覺得就是它一盒是六片的 我至少用超過四五盒以上 因為就之前我打那個雷射 雷射結束的時候我都會直接用它 因為它就是只有保濕的功能 就沒有其他的添加物 那我覺得它非常厲害 是就是它非常的服貼 而且我覺得它吸收很快 就是你拿下來之後 有很多面膜你可能拿下來之後 還有很多殘留在臉上 你讓它推半天才能吸收完整 可是它不用 然後基本上你拿下來之後 你就稍微輕按一下 它就可以全部吸收了 而且我覺得非常有感的是 你用完之後 你可以瞬間感受到你的皮膚 就是有提亮你的色號的感覺 然後用到它之後 我就覺得好險我買它 因為真的它真的吸收很好 而且很服貼 而且又是蠻 我覺得它蠻薄的 它也是很薄的 所以就是你貼上臉上也不會不舒服 然後一拿下來就覺得自己就是 又被自己沒刀了 就會覺得好亮 就覺得那個就是看到鏡子 就被自己給閃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很多面膜 你敷完是 你可能會覺得皮膚摸起來好像有點juicy 可是看起來不會有那麼立即的效果 你知道有些juicy是因為它很多都還在臉 它還沒有吸收 所以就摸起來很水水的 可是它其實已經都吸收進去了 可是皮膚是充滿彈性 真的很推大家真的要去 真的就是特別會麻煩大家 就用手刀收刮個七八盒吧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未來美的面膜 可是我們現在手邊沒有 然後就是那個我們也是 八分鐘面膜 對就是明理之前剛好有機會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然後就是帶回來適用就是驚為天人 因為它也是超級服 其實它整個也是面膜也是薄到炸 但我覺得它們好像是它們家獨家專利 就是非常的薄 而且就是非常方便的是 就是它只要敷八分鐘就可以完成 所以有時候懶的時候就是想說 算了還要十五分鐘 就是不想要敷 可是它只要八分鐘一下就好了 而且我覺得它還蠻適合送朋友的 因為就是很多人想說就是 不愛敷面膜的人就是因為嫌麻煩 可是你就說就八分鐘也還好吧 就是我覺得就是那個未來美跟這個 就是敷完的感覺都很像 就是你會有很立即的感受到 你的肌膚馬上就是你知道有光澤 那如果說這兩個吧 未來美跟妞卷頭還是覺得妞卷這個比較厲害 真的喔 我覺得比較有感 就我覺得我的皮膚就是覺得 哇 它們兩個一樣 在我心目中就是已經差不多地位了 差不多地位了 我覺得現在目前這台略升一籌了 然後最後一個我要推薦的是晚安凍膜 那晚安凍膜我推薦的是 NSV的紅酒晚安凍膜 那這個呢就是之前在聖誕節影片 有跟大家推薦可以送朋友當禮物了 那就是因為我們自己真的很愛 我覺得我比臉還更愛 因為其實是我買的 然後就明頂Sometimes會用一下我的 就你知道紅酒麵膜 呀就是它就是非常的 味道我覺得 我覺得它最最最最得我的心是它的味道 嗯 然後我覺得它的質地很特別 就是有點像是優格的感覺 就跟一般豆膜不太一樣 然後就是上臉上就是很舒服 那如果你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你夏天都會破壞 然後就超舒服 然後冬天又有種你知道那種 就你知道冬天要吃冰淇淋那種 就冬天弄那個冰的東西 就覺得超舒服的 而且或是會有那種鎮定的效果 嗯 那有時候我懶得 就是保養的時候 我就會套加薄就用它 然後如果有時候我真的皮膚狀況 有點不太好 或是很乾的時候 我會就是正常保養 所以走完之後 然後再最後一個後敷它 因為它就是不用洗掉 所以非常的方便 然後真的真的很推薦大家 去用來試看 所以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2016年愛用的保養品 然後我們下一個影片呢 會再分享我們愛用的彩妝品 因為你知道 彩妝品還是比保養品 愛用的多很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我們彩妝的愛用品 就記得要看我們下個影片 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